ok 今天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加breakout 再加一个地上在这个gamesview里面 我们要讲加一个草地或者是其他的地上 ok 现在呢是这样子的 ok 比方说我们delete ok 现在我们要重新做过 ok 在这个hirachi这里 你right-click它 然后在3D object 找一个叫做squat的 然后这个squat呢 你可以改成background 然后这个collider把它丢掉 remove component ok 然后这个background呢是这样子的 你要把它变成link ok 它只是很小个而已 你要把它变大 ok 你要让它平躺 它现在是直直的 所以我们要让它倒下来呢 我们就要旋转90度 ok 让它平躺 然后我们把它变大 大概30 这里20 这里20 ok 这里大概35 ok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样子 可是现在是白色的 你一定要转回来sign这里 ok 转回sign这里 然后你上网可以找一些草地 你可以打grass texture 就是草的tacture 然后你可以选一个 你觉得你喜欢的 right-click 然后save image 然后 ok 你把它丢来这里 拉过来这里 然后呢 你就把它 放下来这里 ok 你把它丢来这里 拉过来这里 然后呢 你就把它 放下来这里 drop 下来 ok 你拉过后 丢来这里 你一定要确保它是新 ok 然后你在这里看 诶 就是草地了 可是它的颜色不是很漂亮 所以呢 你按这个blackground 然后在shadow这里有一个三角形 你按下来 嗯 不用吧 按这个就可以了啦 按这个standard这个shadow 然后你选unlit 然后选tacture 就会看得比较好看一点 按然后选到这个 然后你就可以放它小一点 就很像钻块这样子 就会有这种感觉了 ok 你可以自己试一下 还有其他的东西 希望我的 嗯 tutoria可以帮到你 拜拜 记得订阅我哦 拜拜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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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